咱们闲言勾开 揭说一段雍正建侠图 上回书给您说到 地坛会二侠 送走了二侠侯姐 爹娘接来 来仨人 这仨从云南八卦山来的 谁勾来的 雷春勾来的 这不是同龄出世 下山投一仗 打的就是雷春吗 这是跟八卦山投结一掌仇 打雷春一掌 在他来讲 没当事 作为雷春来讲 平生的奇耻大辱 说脸上发烧 广烙点包含含含含含 这还交代得过去 最难的就是这饭碗子 让佟海川给踢了 这太难了 他是交把事厂子的教师 让同龄给打了 这学生们就不小了 您琢磨琢磨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您让我们这儿 您比如有人找我学说书 这没关系 越学越觉得我有能耐 哎呦这王月婆怎么说那么好 我得拜他 我得扣他 找一框 非要拜我 这没书影 文无第一 您拿我们哥俩说 谁说的好 谁说他 人就爱听吴迪 人认为王月婆说的不好 但不妨碍我 那学生跟我学 这要练把这个不一样 比如说我王月婆 我说我会摔跤 要四个徒弟跟我学摔跤 忽然间进了一位 来来来来 换上单的 咱俩来来来 啪啪俩大杯 啪四个别子 给我摔了个乱酸梨似的 我这四个学生 你看这什么老师啊 算了 甭跟他小了 把你厂子给踢了 雷春的寒他弄 把厂子一推 学生们一散 卷铺个卷 走了 他哪回山呢 哪小的意义 云南八国山 找老师去 打了小的 就勾出来老的 得有家长管呢 到山上 山口的 有眼线 金钱报金 荣花弯报金 两个俩 这是 八国山的山眼 有一夜偏周 小百度 就把雷春 师徒三个人 送进八国山 八国山 一般人上不了山 为什么 您看那房子 是随便盖 不是 那是李坤 李太基 精心研制的 按照 九宫八卦 这是一座镇 走生门 不能走死门 走死门 没有当地人 领着你出镇 一辈子 你也转不出 这几间房去 有黎中火 进镇门 一直一直走 走到中央大厅 八位斋主 都在 挨着个儿借 最后拜见自己的 授业恩师 四庄主 铁背罗汉 法禅僧 声泪俱下 说练武之人 至于哭吗 难受 五十多岁了 山上学一二十多年 在交场的小二十年 没栽过这跟头 心里都太难受了 见着老师哭 就把铜林下山 把自己厂子 踢了这事 从头至尾 哭诉一遍 铁背罗汉 法禅僧 弥陀佛 走 找我来了 晚了 不惹这祸 好不好 现在 你跟我哭 在山上 我让你练功 说你怎么不哭 要想人钱显贵 但得背后的受罪 您这玩练功的时候 你不下功夫 出去挨完奏 回来 那意思要老师 替你找找场子 拔不创 怎么着 我跟你下趟山 找这姓铜的 姓铜多大 三十多岁 我法禅僧 成了名的侠客 我找他打击 我丢人不丢人 胜之不武 败之有愧啊 再说了 拔弧山的山规 多严呢 能随便下山吗 你这叔叔 大爷都在这听着 你这不替我丢人吗 有心我正正我的家规 我一掌把你拍死 雷春雷春 年过武学 你都半百只人了 你活得不容易 有心我替你下趟山 山规所不许 得了 你好自为之 别带我眼头的气我了 躲开我这吧 往外轰雷春 哎呦雷春这个寒天 二次受辱啊 满面含羞带溃 不敢高声对答 这真得说 牙打掉了 往肚子里咽 胳膊舌的吞袖口里 有眼泪不能往外流 愣往回瞪 把眼泪瞪回去 给老师磕了个头 站起来 往外走 法禅僧 弥陀佛 您可听明白了啊 这是给大伙瞧 书中代言 铁被罗汉 法禅最护短 一听说徒弟俺打了 气炸连杆肺 气得麻塞的 生气 您知道那个蛤蟆吗 别生气 这是刘宝润说的 刘宝润说人哪 别生气 没气没囊 别学蛤蟆 小孩玩那蛤蟆 得一蛤蟆翻一个 肚皮冲上 找一树枝敲这蛤蟆 敲这蛤蟆肚子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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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这蛤蟆气骨 这肚子越来越大 小孩一看 这蛤蟆肚子越鼓越大 找块瓦 啪一下 把肚子打爆死了 又拿过一蛤蟆来 翻个儿 还叫棒棒棒棒 这蛤蟆不生气 这肚子不鼓 小孩敲着敲着烦了 牙唧把这蛤蟆扔一边去了 逃过一劫 他还得找那生气的蛤蟆去 这刘宝瑞生活当中 老家常说的 这人跟蛤蟆一样 别生气 生气就快倒霉了 怂着点 忍着点 忍气吞声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法禅僧不明白 心了话说 打我徒弟 我当着人还得不能护短 为什么 李坤李太极 山规太炎呢 这法禅僧 哇呀呀抱叫老四你要干什么呀 怨谁怨他呀 经师不到 学艺不高 下山让人打了 回山接着练呢 哦 把你徒弟打了 你就下山打人家去 那人家还有老师呢 人家再把老师勾了 再把你造了 来回请高人 这不成风尘榜了吗 打的什么时候算一战呢 那风尘榜写的最后 连如来佛都没辙了 连如来佛都打不过了 都有那人 没意思了 就 我别原意 这法禅僧一不原意 干了 怒闹了三小 入地金交贺报 闹海金凹 无这广 小粉尖汉堡 尤其这小粉尖汉堡 一看这哥俩 黑眼珠子弩着 塞帮子鼓着 气得沸沸的 小粉尖汉堡 一看拿眼神往外勾 走 这 剧一听上没什么事 哥三天溜出来了 到外边 兄弟 调我们哥俩干什么 生气不生气 气坏了 怎么四大爷这样 雷春哥让人家打了 怎么不原意呢 哦 反而生斥了春哥一顿 那春哥唱歌唱得多好 怎么这样 这不是灭自家的威风 掌他人的锐气吗 哎呦咱八卦山 什么时候受过这委屈啊 让人家打了 回来 不管 这不没有的事吗 汉堡一听 老子不管 咱们得管呢 对 咱们得管 兄弟 咱怎么管 咱哥仨找雷春去 问问雷春师哥 打他这小子姓什么 叫什么住哪 打听清楚 问明白了 咱们下趟山 找这 姓彤的这小子 甭含糊 到那 把他打了 给拔过山 扬扬扬扇威 替雷春拔不创 就这主意 这吴质广跟贺豹 这俩一对混蛋 俩人一琢磨 对 就这主意 走 哥仨仨找雷春 雷春刚回自己屋 干嘛 掉眼泪 刚哭完一半 本来委屈 让俺打了 回山奔兵 老师不管 当着那么些 叔叔大爷 哥们弟兄 好一顿 骂得不敢吐壶 不敢圆 回屋按漆按憋 外边叫 哥 师哥 雷春师哥 门没销 来吧进屋 门一响哥仨推门进来 哥给 真有两下子 怎么还撇书了 那叫撇书了 甭掉坎 哭呢 哭什么呀 您说您多大岁数了 五十多岁 怎么还小的跟小娘们似的 哭哭唧唧的 不是我委屈 我知您委屈 甭委屈了 谁打的您呢 同龄 同龄干嘛的 不知道 什么文化 宣传 宣传 他说 神仙晚上做梦 给他托梦 教的能耐 这不冤你吗 是我也说呢 哪的人知道不知道 那倒知道 京南的 北京南边霸县 同家庄的人 这就行了 这算行了 雷春你今天要干嘛呀 嘿嘿 我说三位三位 哥仨 你们打听清楚 问明白了 意欲何为呀 干嘛呀 找他去 没别的 到那揍他一顿 撞一撞 把我扇的扇威 替哥哥您找找场子 圆圆面子 给您拔不错 别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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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春一听 这口不吵 一则说 老师不让 你看看 在剧义厅上面 当着大家伙 这顿说我 我尚且不敢还言 你们三个人 要是背着师命 私自下山 找人寻衅斗殴 是打了人挨了打 山规所限 回来连你们带我 都得受责罚 这沉重我担不起 二一条 哥儿仨 我也不是瞧不起 你们三位 你们三位 就算比哥哥 我练得好 能耐比我大 能大多少 帽子大的 差不了一尺啊 同堂学艺 况且我年头 比你们多 这些年 我还教不少徒弟 你们要知道 教学护长啊 我要想教好徒弟 我自己的研究明白了 我也跟着掌 现在哥哥 我能耐比当初 在山上还强点呢 哎 算你们仨比我能耐 大能大哪去 同海川 轻而易举 把我就打上了 你们到那不也 白给吗 嘿 我说哥 我们可是向着您 甭向着我 不许去 那不管 还告诉您说 我们去定了 雷春一听 我三位 活祖宗 我求求你们仨 为什么不让你们去 你们仨当中 有一位 是我师哥 我都让你们去 我不担沉重 你们仨都是师弟 我是师哥 你们得听师哥的 听什么师哥的 打刚才就不爱听这句 哦 师哥外边挨弯打 还听师哥的 甭听了 听我们的吧 听师弟的吧 撒师弟啊 啊 我们对 你就撒师弟啊 那算对了 你甭管了 雷春一看要出事 谁啊 要下山 我可告诉你 啊 那你也犯不上啊 这么办得了 师哥 您在琢磨琢磨 您现在许时绕着 您那是树林的放风的 让这 同林把您气着了 气迷糊了 您绕上 这样 我们仨也压一下气 您也在琢磨琢磨 您想好了 您跟我们仨说一声 哎 多的您说下山 我们哥仨叫义不容辞 马上跟您就下山 到那就找姓铜的拼命 就不信 咱打不了姓铜的 雷春一听啊 得了 这份心我领了 我 我 我谢哥仨了 哥仨跟我这屋吃饭 别见 您刚回来 我们得替您接风 接什么风啊 我们给您压经 压什么经啊 得了 我也没心思 你们要不跟我这屋吃饭 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 那么可走了 走吧 仨人上这屋问明白了 一看雷春 胆小怕事 哥仨出来了 吴志广问韩宝 怎么样 怎么样 谁都不能说 就咱哥仨去 雷春可都打不过姓铜的 没关系 雷春是雷春 咱们是咱们 到那儿 有贺豹师哥的 入地金交贺豹 有能耐 这个贺豹 吴志广 小粉丁 汉堡 三个人都是水汉两路的英雄 汉地能打 入水水性很大 有能耐 尤其这贺豹 逆身的横亮 仗着爸爸是武庄主 就是惹夺大娄子 回来大庄主 看在武庄主的面子上 就这独子也不能把 贺豹怎么样了 小粉丁汉堡 安的是这心 只许他打人 不许人打他 他是金钟罩 铁不山 十三太宝的横亮 枪扎上一个白点 刀砍上一个白印 一般的人打不了贺豹 他就能把统林打了 咱仨下山准没错 那咱走啊 走啊 走 走 暗含着打点行当包裹 带上随身的家伙 谁也没缘 三个人 出了阵到山下了 三个人都腰牌 谎称奉父兄之命 奉师命 下山办事 一直百度 一直送到了 山眼 金家殿 金钱报金 荣花班报金量 哥两个也没细问 哥仨可就混出八角山 这一出八角山可了不得了 没人管了 小马乍行 闲路窄 雏鹰斩翅恨天低 打开了御龙 飞彩凤 顿挫了金锁 走蛟龙 喝哥仨可撒了花了 没有山规所限 父兄不在眼前 想怎么着 怎么着 兜里有的事 前这顿吃 这顿喝呀 可撒了 硬了 不多一时 来到了京南大县 同志庄 到这 那说从云南到北京 那么快吗 说书的嘴 唱戏的腿 前两天 我刚从云南昆明 坐飞机回来 坐了不到12个小时 因为我在机场 误了六个多小时 两头耽误啊 到北京一对时了 我一看 好家伙 最快的坐飞机 到北京 还三个小时呢 那时候我一句话 就到京南了 这道上有书 就给人细说 没有 就不必细说 到了京南霸县 同志庄 打听吧 说你们这 有没有一个叫 同林同海川的 荡乡的乡亲一听 什么您说 同林同海川 我 您真敢叫 提名到了信 同海川这仨字 也是你配叫的 听你们这口音 你们不是本地的人使啊 喝这叫绕着玩马街啊 那么是哪的马粪呢 什么叫不是此地的人使啊 本不是此地人使 我们是云南昆明府的 那就是了 要是早 这么隔月齐成的 您到我们霸县 同志庄 打听 同林同海川呢 哎 您也问问 就无所谓了 如今玩可不成了 如今怎么样了 如今呢 嘿嘿 到北京了 哦 这人不在家 哎 不仅这位不在家 一家子都到北京了 跟您说 当今的皇子 孤山多罗 什么地方 帝王脚下 天子之都 大邦之地 五方杂居 什么人没有啊 高人多了去 仨人舔着脸 愣上北京了 到北京打听吧 有个鸡了咕噜 背里 住哪啊 北京人多一二股 什么 鸡了咕噜 劈里啪啦 我们也不知道啊 丁光五四道有一个 您上药药胡同 找抓五爷 药药胡同 抓五爷啊 杆上胡同 逮二爷 伯子胡同 撮四爷 谈子胡同 闷三爷 这都一蒙把兄弟 我上哪找 这蒙把兄弟去 就问您这 背里 背里 那叫鸡了咕噜 那叫 啊 我也忘了 旁边那位 一听不会说 别说 找几背里 哦 对了 这背里 都行几行几 找皇子 是 找几背了 四背了 哦 四背了 嗯 行了 看见没有 奔安定门走 哦 打听道 奔安定门 到安定门里 再打听 到安定门里 再打听 费挺大事 仨人好不容易找到 这背了 服了 到这背了 服 跟人一问 人不让进 随便您就进 背了服 还行 你们仨人啊 万东走 教师爷在东北那院住 到东北那跨院 单走教师爷就行了 仨人这才打听的 到跨院 同龄刚搬进来 没几天 仨人打听明白 有人往里回 在马浩这等着 同龄可就出来了 同龄出来 见这仨人不认识 一打听 仨人一报名 云南八国山的 八国山 我有一朋友啊 谁啊 跟您几位 打听打听 好啊 有名便知 无名不小 我这朋友姓雷 叫雷春 不为他还不找你 雷春是我们仨的师哥 铁边雷春 好好的在江西龙虎山下 北双雄镇交场子 让您给打了把场子踢了 这样才气一回我们云南八国山 您党这事就完了 没完 姓同的 八国山的人你也敢惹 你也不打听打听 还告诉你说 老一番的 我们的长辈 都不用来 就我们哥仨来 到这就把你小子揍得跟烂酸梨似的 你痛痛快快的跪着 让我们打一顿 咱们算完 同龄以为是武林同道 仿自己呢 一看这三位说话 好家伙 面茶锅里边煮秤坨呀 混蛋砸锅在趁底啊 你们仨人干嘛来了 揍你来了 这鹤豹一瞪眼 打你 我以为你们三位啊 是来防我来 要是防我来 咱们可以切磋切磋 一块里探讨探讨 你要揍我就没必要 再说 当初我打这个贵师哥雷春呢 是出于无奈 也是一场误会 我不太懂这个江湖这样的事 这么办吧 你们三位住在贝勒府 我招待你们几天 另外呢 当初他给我二十两银子 现在我有钱了 我连本代息还给他 你们给烧回去 把钱给他 额外的再替我说几句好话 让他消消气 这事就完了 完了 完不了 姓童的我们干嘛来了 好几千里地 奔这北京城 到这鸡里咕噜这来 好不容易找着你 您这好上下嘴唇一碰 舌头战兔们就完了 完不了 什么鸡里咕噜 这是孤山多罗贝勒府 甭说那个我们不明白 你说 什么时候挨揍吧 非得打呀 非打不成啊 好吧 你们三位随我来 哪也不怕你 师哥 师弟 走 跟着 这贺豹真不含糊 这横就甭提了 跟着铜林进院 铜林带着他们三个 一琢磨笨哪啊 顺马号往李川上花园吧 别往自己院里带 二老爹娘已经到家里了 这跟人一动手 把老头老太太吓着 也别往贝勒府那院带 让贝勒爷看见了 这三个人不懂礼仪 带着这仨子 穿马号奔花园 刚到花园 月亮门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还穿 哟 铜林一看坏了 贝勒爷倒背手 跟那站着呢 合春合鸡在旁边 伺候着 满面春风一脸的笑容 铜林一看过来打圈 也 没没没 我听说有三位高人 访你来 我特意赶在花园这等着你 我就知道你跟我动心眼 上回从山东来的二侠 可那么大人物 你不让我见 今天可让我逮着了 哪三位 海川 给我引荐引荐 给我引荐引荐 这杯里也有毛表 上回好 把铜林一顿说 欲有江湖人来访你 千万不能让他错过去 我不能与高人而交臂失之 有高人来 高明的武术家到这找你 必须得让我见 他说过这话 今儿有人告诉完铜林 暗含着就通知贝勒爷去了 这人干嘛显情啊 在贝勒爷跟前 这讨贝勒爷高兴啊 贝勒爷您别闲着了 您看见没有 有人找铜林 什么样 仨人都带长条包袱 准时家伙 一看就会练武 又是仿子的 嘿 这海川怎么不跟我说呀 他们在哪 在马号门口站着呢 有马号奔花园 我上花园门口堵去 带着喝醉喝鸡 到这整堵上 同龄哭笑不得呀 哎 贝勒爷 不是 这三位啊 他不是仿我的 刚说完这句 喝爆打场的 对 揍他的 仿他干什么 来打他来了 贝勒爷一听 这三位是 贝勒爷 这三位啊 都是云南 八卦山上的三位英雄 陆地金交贺报 脑海金 熬骨着广 小粉碟汉堡 我也是初次见面 这三位来找我 哦 你们三位 哈哈 不远万里 来到京城 前来找我府上的 同教师 来吧来吧 一块来吧 跟我来 这贝勒爷 多成这样 没跟您说吗 无品官 见贝勒爷 贝勒爷连欠身都不欠身 有个接手礼 就了不得了 什么叫接手礼 就拿胳膊虚 往上一抬一让 免礼平身吧 这就好大面子 塔大人瞧 今儿见这几位 好又说笑话 又抱拳 又作医 亲自让 走来来来来 童林一听 这贝勒爷误会了 这三位是找茬打架的 您让他干嘛呀 何报一看 乐乐 哎 这位还有点痛快劲 我说童林 别磨磨蹭蹭 知道吗 你这 净敲锣 当不了开戏 找一稳当地方 哪儿一走 快点 跟着这位走 走走走 哥哥兄弟 走 何春何吉 看出来了 这三位不太会说人话 但贝勒爷 唬着心 让吧 一直带到贝勒爷 这院里头 书房 分宾主 落座呀 贺报 大把金刀 上手 头一把椅子 往这一坐 贝勒爷一看 直犯愣啊 我是皇子啊 孤山多罗贝勒爷 有爵位的人呢 这位贫民老百姓 一屁股就坐那儿了 我坐哪儿啊 这屋里除了那儿 我还真没坐过别的地方 这 这贺报坐那儿了 他坐那儿还不闲着 来来来坐这儿 汉堡屋这碗都坐下了 那我坐这儿 下手 相陪 贝勒爷往这儿一坐 那么佟林身份再高 你是教师爷 跟何春何吉 这都凭身份 贝勒爷在坐 就没有你的坐 得贝勒爷让你坐 你才能坐呢 佟林不敢坐 规规矩矩 往旁边这么一站 贝勒爷一看 让不让佟林也不吃劲了 我都坐这儿了 三位英雄 你这儿紧着说话 你是干什么的 同龄归你管 行啊 先走他后走你呗 你们俩谁先上 贝勒爷一听 我别上啊 我上真挨揍啊 少时 有同龄相陪 有同龄相陪 来来来 何春何吉 看茶拿点心 海川 这怎么茬这个 贝勒爷北京人 一嘴北京话 同龄说怎么茬啊 老茬 贝勒爷 大概其实这么这么这么 哦 这么回事 找你打架的 嗨 打架的往府里领干嘛呀 我一个条子就办了 这仨就下刑部了 这 贝勒爷心里不痛快 童年还不痛快 谁往里让 三人找我打架 我没往这院让 我直接带后花园 把他们仨一揍就完了 您站在那月亮门这 您显情非往您这屋院 人俩心气没对上 是 贝勒爷 您说的对 哦 那既是这样的话 海川就别客气了 三位 我听明白了 你们找海川 是要比试比试 哎对了 这是句痛快话 说着话 这贺包一抖这长条的包袱 走吧 院子动手吧 站起来 卖大布可就出去了 汉堡无耻广 跟着可也出来了 仨点品子行往 当院子们一站 撸胳膊往袖子 长条的包袱撂到旁边 这就预备动手 同龄满面的为难的 就在贝勒府的书房外头 能打人吗 贝勒爷 我把他们带走得了 不用 我看这三个小子呀 哎 也是猖狂的可以 既然他们不会说人话 不懂得礼节 你替本爵教训教训他们 仨也就是了 使劲打 打出楼子来 我盯着 我 何春何吉旁边一听 这叫什么事 同龄板 师哥打了人 替师哥拔创来 冤家一解不一解 您是背了烟 您就应该拿势力给压住 这是本爵的府地 你们到了京城带着包袱 你们就是带着凶器来的 按律局应该办你们 本爵我看在你们跟同龄 有交情份上 不办你们 哎 找几个当兵的 把他们押出北京城 一轰就算完了 这个事情 他回八卦山 自有他的师长教训于他 您怎么不往下押 反而让同龄打他们 这仇不越结越深了吗 背了也不管那个 他是皇上的儿子 咱说的是清朝的书 封建年代 皇上的儿子眼里还有谁呀 死之有己不知有人呢 爱与其生物与其死 你各把人命在贝利爷眼里不当事 打 哎 同龄一听 那您让我打 那我就打吧 同龄迈步 也到当院 贝利爷跟何春何吉出来 来人 看座 有的人把椅子都搬出来 就在房檐底下 台阶上头 背链子弥坐 旁边有茶匹 啊 七成茶摆上点心 海川 使劲走 同海川迈步到当院 一抱全 三位 咱们算了 别打了 这别打乐 别打出来乐还没出来呢 这鹤豹怪娇一声 垫不凝娇 往跟前一起 你少废话吧 翻手就是一掌 那说怎么翻手一掌 他练的是批挂掌 这批挂掌打车轮式 右围向左围向 右围向左围向 基本功练的是胆手 这胳膊能比别人长出够两寸几 天生的可不长 越练越长越练越长 您看他够不着 实际他能够着 这批挂掌杂上就没清 童林心了话说呀 好可恶 我这跟你说着话 抱拳行着理呢 你伸手就动手 他上步 亮的是自己左掌 反手一掌 童海川 上自己这步 伸自己的右掌 童林是绕大树的能耐 用自己的右掌 往他这胳膊里一穿 往上一抬 可就架起来 他这个能耐 照童林差太多 那位说胳膊一架 不会往回撤胳膊吗 没有童林快 说书的嘴慢 当时快叫说时持那时快 童海川 这胳膊就已经到他的内下 有心一掌把他打出去 无冤无仇 我何必伤人呢 轻轻在他肋下 咱们一推 蹬蹬蹬两步 童林一抱拳 贺老师 承让承让 我输了 你们三位一会儿跟我 到我的住处取银子 给这位雷老师带回去 并且替我多说好话 我谢谢三位 这仨人一看 贺豹刚一伸手 就让人打败了 相当你低了几包袱走啊 贺豹是恼羞成怒 又贺 姓童的有两下子呀 你刚才怎么不使劲呢 你不知道贺爷爷 我用的是骗招吗 汉堡屋主广听 都有点害臊 您用的什么骗招 您就是不怕挨打 金钟罩铁步声横链 打上您您不履会 人刚才这一下又快又准 轻轻一推 您底下下盘不管 就亮相出好几步去 有心拉着他走 喝豹不管 再来再来 贝勒爷是二五眼的把势 好坏看不出来 谁打谁看都明白 海川 过来 同海川转步上台阶 贝勒爷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啊 爷 我怎么不对了 手掌已经碰着 他为什么不发力 打呀 我 打勾着 打出楼子了 我盯着 哎 同林二次下台阶 到天井当院 贺报这已经运动开了 不容分说 网上一撞 轮掌又砸 同林心了话 说你太难点了 我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再四 让你一回了 看起来呀 不打出样来 难退三小 这三个人 跟我胡搅蛮缠 我可也受不了 同林冲 爱专 想在这儿 点了点头 心了话 说 多少的让你 在贝勒府 留点什么 伸双掌 架他的胳膊 俩手劲 可比一手劲大 往回一引他 他可就又落了空 同林腿快 上左部 绕大树的能力 已经到他右边了 自己夜里 藏花的架势 这手一按他的乳下去 撒手指都搭在乳下去 往里这么一戳 这气往起一提 底下可就没气了 这一掌打上肺可就炸了 撒手指都戳 你是往起提气 气上去 底下空了 利手为掌 拿掌心土镜 喷的一声 可就把贺豹给打上 贺豹连声都没说 扑通 就坐地上 坐在地上 身子往后一仰 拿俩手一撑地 那一次想起来 上半身起来没多少 这一口鞋可就窜出来 哭的大 想起没起来 后脑勺着地又在在这 这一掌把肺就给打炸了 童海川用的是挤案之力 在童林来说 没想要他的命 要想要他的命 使十成劲 这人就当场就得死了 使得对成劲 说现在话 二分之一 五成劲 一口鲜血喷出来 人昏迷不醒 往这一躺 童海川 垫步往外窜 干嘛怕血溅在身上 把身上衣裳给弄脏了 自知失手 真打上人 这劲儿不好拿 使夺的劲儿 没敢用权力 口吐鲜血 在贝勒爷的面前 这不是形式荒唐 一低头没敢圆意 好 贝勒爷看高兴了 那俩还打不打了 还打什么呀 吴志广一下腰 可就把荷包给抱起来了 二拇指探鼻息 看看死没死 要死的可就不要了 往贝勒府一扔 两个人越强而逃 跟贝勒爷打这场人命的官司 能把八户山全山人都勾来抱这仇 为什么 这是武装主的独子 二拇指一探鼻息上存 这人没死 抬头看含苞点了点头 含苞一挪嘴 往起一周 就是自己身子往他身子底下一钻 可就把他背着身上 背着荷包往外走 含苞扭向回头 说几句场面话 小子 打八卦山的人 但你是打顺了手了 姓童的 今儿这次算没完 你还盯着我们哥几个 伸手捡三文的包袱 往自己嘎着窝底一夹 光棍打光棍 咱们一顿还一顿 盯着我的 走 乌着广 背着荷包 小粉店汉堡 家着家伙 俩人出去了 背了爷一看 冲何春挪一下嘴 何春何吉赶紧跟着 得看见奔哪边走 是不是出府了 两位管家爷跟出去了 同龄这才上台阶 爷 一时失手 我把他给打吐了血了 不要紧的 没事 他说 光棍打光棍 一顿还一顿 恐怕还要来闹事 一顿还一顿 我看是后妈打孩子 他们还欠一顿 没事 是这样的来 下回就玩命揍 往死里打 没关系 海川打得不错 来 刚才那一掌 你用的什么方法 把他打吐了血了 我用的是极案之力 怎么回事啊 我不能在您身上试 这样 我简单给您 演示演示 把太师椅子 拿到天井当院 打这椅子 让您看这一掌 拍上是什么呀 打上是什么样 我拿这指都摁在椅子上 利手为掌 再往前发力是什么样 我都打给您瞧 好 来来来 打这椅子 当装打 给贝勒 讲这掌法 贝勒 二节一掌 愁这个事 可就搁在脑后 在同龄海 其次 尤其这贝勒 他能拿这事当事 他对同龄海 真不错 我说海川 你跟同华 你们哥俩都老大不小的了 我打算做主 给你们俩讨一房 媳妇 你们看怎么样 你看 同海川 这么大能耐 到现在 三十多了 同男 不知道娶媳妇 怎么回事 一听这个 扫的脸红 本来就紫脸 现在好 降紫色了 贝勒 不忙 不忙 我别不忙啊 我都四个了 我忙 我说你 我就说我不忙 我过过再说 干嘛过过再说 这老二位也接了 他瞅就不着急吗 不着急 这先给我兄弟说 哪样的 长者先 幼者后 得有个尊卑长上 长幼有序 先给你说呀 不 我这练功啊 我不能娶媳妇 哦 你这还童子功 其实童林没事 不妨碍娶媳妇 到后 闻您听说 童林也得有媳妇 这会儿不忙 是 那我先给 童缓说一个 全凭一言您做主 哎 让何春何吉给张楼 好 一听说 贝勒佛里边 那还不好说吗 都上赶着呀 这童缓小孩 长得也不错 年轻漂亮 又老实本分 现在童林家里 都又不愁吃 不愁喝的 真给说一媳妇 媳妇挺好 等于现在 姑母俩 堂前成欢 膝下尽孝 伺候童林 一双父母 童林大松心 这是在四月初二上 办的喜事 这喜事 这喜事得办几天 晃晃悠悠 把喜事办过去 眼看就来到 朔旺之日 四月十五 这天早晨起来 贝勒里也把 同海船找来 也是两个 这正说着话 聊着天 当然 聊的都是 拳脚枪棒 这正说着 外边有人 进来回市 回市 说 慎行司 内大班 两位班头 汤云何贵 在外边贵的 前来叩见爷 哦 贝勒爷一听 慎行司 内大班 汤云何贵 这俩班都是干嘛的呢 什么叫慎行司 内大班 内大班 就管皇宫以内的事情 就是皇上家的御马快 就是给皇上家办事 不代理名词 但是 击补拿到 可以说 慎行司内大班 是天下第一 两个头 汤云何贵 来见贝勒爷 贝勒爷想不透 慎行司内大班的班头 找我干什么呀 叫进来吧 是 一会儿的工夫 有管家何春 领着这两个人 进来 到书房门口 先喊回事 得贝勒爷说进来 才能把这俩人带进来 两个人 低着头 垂着袖 跟着进来 可不敢抬头 久在宫门 爷在哪儿坐都知道 不用抬头看 直接走到贝勒爷面前 两个人 双膜马蹄袖 唰啦把袖子往下一袋了 抢不上前 请贝勒爷的安 两个人 您别看 行大礼 贝勒爷 连眼皮都没抬 把盖碗茶 拖起来了 这盖碗茶是三件 一个盖 一个碗 一个拖 手里拖着这拖 这手掐着这碗盖 这盖叫盖碗盖 这碗叫盖碗 盖碗盖 这么念是盖碗盖 这么念也念盖碗盖 要对下帘呢 对盘香盘 装盘香的那盘 这么念盘香盘 这么念也念盘香盘 拿这碗盖干嘛呢 拨这茶也 因为这茶呀 不能用开水漆 开水漆 把茶就糟了 得半温半开的水 讲究泡茶 所以这茶也不是 马上趁底 在上面飘着 尤其这墨里银针 一根一根在里面都立着 喝的时候呢 容易吃这茶也 怎么办呢 爷用这个茶盖 拨上面 拨头这茶也 连眼皮都没抬 须流都密口水 啊 慢搭离 二位给爷请安 连头都没抬 啊 就这个 那可不就这个 品级差太多呀 干什么来了 汤云和贵 两根队看一眼 撩眼皮 瞅了一眼 童林 童林在旁边站着 一看这俩人 喝精神呢 都二十多岁 不到三十 穿着 一身蓝 系蓝板带 双锤灯笼碎 脚底下 半官半快 五分底的靴子 一看就是 久在宫门的人 浑身上下 紧沉利落 往脸上 叫精明强干 但是一团的正气 童林挺喜欢 这哥俩 长得好 哥俩对看一眼 撩眼皮 瞅了一眼 童林 没接贝勒这话 贝勒问 你们俩干嘛来 你们俩得说呀 俩不说 这位 是爷您府上的教士 嗯 贝勒把这碗搁去了 回头瞅了一眼 海川 哦 你们俩问他呀 是啊 这是我府上的同教士啊 是 爷 有样东西 请爷您过过目 您看一眼 皆因为 有点事情 就把您府上的同教士 牵扯在内 哦 贝勒回头又看了 童林一眼 童林一脸的茫然呢 什么是有我呀 什么呀 哪里我瞅瞅 汤圆就从袖口里头 袖口里头有个窝 那地方能割东西 割什么呢 割什么都行 散碎林的割里头 也甩不出去 割纸也甩不出去 那就跟兜一样 就怕呀 您这衣裳 好比说棉袄吧 越拥越薄 越拥越薄 最后就剩那一点了 您再老甩一下 就甩出去了 容易把这兜里东西 给甩出去 一般的情况丢不了 这里边掖着一纸条 把这纸条拿出来了 双手斩平了 规格矩矩 往眼头里地 合春过去 把这字条给接过来 转身 要递给贝勒 贝勒 贝勒把这字条 拿过来 一看 这连可就下来了 海川 你瞅瞅这个 汤云 何贵 有心 把这字条 抢过来 不让童林看 来不及 也不敢 可这贝勒 大不大样 把这字条 可就给童林了 童林拿过来 一看 可了不得 不看则已 看完这字条 之下的浑飞天外 童林这么大能 那 瞅这字条 腿肚子之发软 上面写什么 写八句诗 说 小巧之意 输我能 棒打三江 任纵横 垂明宇宙 惊天下 一心只为 进京城 科举会事 我不愿 从小立志 学武功 盗去国家 无价宝 拿问童林 便知情 就这么八句 投了这些 童林一看 也没什么大用 最后两句 吓坏了 怎么 盗去国家 家无价宝 拿问童林便知情 贼咬一口 入骨三分呢 贝勒也不明白 拿着这字条 海川 你到国宝了 我没有 汤云和贵 这是怎么回事啊 爷 您听下一等 从实回禀 每年 到了四月十五日 这个康熙爷 要出去行围 这两个地方都离着不远 一个往北 这叫木兰围场 一个往南 叫海子围场 就是大鸿门 海子鸿门 这地方 是秋围 那么四月十五这个呢 叫夏围 说是春围 实际呢 争二三围春 四五六围夏 到四月十五呢 已然进入夏天了 但起名叫春围 他为什么不争二三呢 争二三天还凉呢 他打不着什么 那么这个四月十五去行春围 要到木兰围场打围去 他有的时候带着这些皇子皇孙 可有时候就不带 这回呢 就没带 就是自己带着文武宝家的臣去 但那也很麻烦 去之前呢 主要给他准备东西的 是四十八处都宗馆 兵比大太监 叫梁九公 号称九千岁 皇上是万岁 他是九千岁 您琢磨琢磨 自皇上以下 那就是梁九公的身份最高 那跟康熙爷是一块长起来的 真得说言听计从 康熙爷的心腹之人 那么梁九公把皇上出门预备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 五股平民 康熙老佛爷要到乾清宫更衣店 前去更衣 别的甭说 特别的你把这翡翠鸳鸯 给我带上 想当初山西抗百万 进贡三宝 头一宝叫焦消账 焦消账在手里攥着是一把 打开的是五间房子这么大 由里头往外看 看得真而又真 妾而又妾 历历在目 由外头往里看 黑漆漆雾沉沉 什么也看不见 这件东西织起来 扇臂蚊虫 就是一蚊帐 但不知什么原料做的 山西抗百万 从外洋花重金够来 献给当今老佛爷康熙爷 这是头一宝 二一宝是一匹驴 有个名字 叫一字墨角 赖其林 这匹驴 从头到尾 一条粉馅 说是黑毛 有顶梁门 一直到尾宗 背底上有这么一道粉馅 粉耳的粉鼻子 粉眼 这蹄子 菊花的 分八半 驴蹄子 您都见过 分不了八半 它这驴蹄子 长得个别 当家有肉盖 看着跟牛蹄子似的 八半的驴蹄子 天下少有 那么俯下生林 头上长脚 天生的一种 日行八百 夜走五百 没有这么快的驴 皇上有千里马不骑 爱骑这小驴 为什么 上下方便 马高驴矮 这是山西抗百万 进攻的第二宝 第三宝 就是这对翡翠鸳鸯 翡翠您都知道 但好多人不理解 翡是翡翠是翠 翡是红的翠是绿的 这是真正的翡翠 这对镯子也不知是打哪逃混来的 一半红 一半绿 红的是真红 绿的是真绿 而且是一对南巡 怎么叫鸳鸯镯呢 是咱鸳鸯俩子的都得是一对 来的时候 可没有雕工 万岁爷看着这镯子好 价值连城 救命宫里的造班处 请来能工巧匠 上面雕五条龙捧胜的样子 五条龙是透雕的 栩栩如生是精盈梯斗 这对镯子雕完了 是万岁爷最喜爱的东西 那么这个翡翠鸳鸯镯 干嘛要预备出来呢 夏天要带玉 这个玉镯夏天带 他老在卖门这儿 对人身体极有好处 冬天也可以带玉 因为这个玉啊 夏天凉冬天温 但是夏天你带着冰凉的 老在这儿 冬天你带上的稍微凉点 冬天也带玉 就不带镯子了 带暖手 一般都是墨玉的 跟鸭蛋那么大 有个碗手套着腕子上头 把这块玉搁的手心 老在摩擦着 越柔越暖 越柔越暖 有个名字叫暖手 当然万岁爷爷有好的 夏天不带这个 要带这鸳鸯镯 那么都宗馆九千岁 梁九宫提前 把这东西都预备好了 皇上要大装出行 打这个木兰春围 从头上到脚下一共是248件 哪位不服您到故宫 找专门研究清朝服装的人 您问去 学徒这地方不能说错了 皇上出门从头上到脚下 袍套靴帽 有礼到外 穿的戴的使的用的是248件 每一件都得梁九宫 亲自过目 都预备好了 翡翠鸳鸯镯 搁理锦盒里头 就在龙叔岸上这么一放 可是转天来 五谷平民 康熙爷到这一穿一袋 打开锦盒 镯子一袋 一走不就完事了 这事交谁了 交给更衣店的主管 叫胡长盛 胡长盛是梁九宫的徒弟 这太监也有师徒 小太监进宫 先得认师父 先得拜门 你算谁的徒弟 这个您看 明清两地的这个史书 有关太监方面的介绍 我就不给您细说了 这胡长盛呢 心里挺高兴 师父也走了 东西也预备齐了 把店门一锁 找地儿 喝酒去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伺候万岁老佛爷 穿衣裳不就行了吗 万岁老佛爷 起得早 早资的 来到乾清宫更衣店 二百四十八件 七十咔嚓都办好了 当然不用他自己穿 有的人给他穿 穿完想起来了 我得带这翡翠烟阳灼 用手一抄这锦盒 又喝 清啊 把这盒打开 刃门没有 里边塞的一纸条 把纸条掏出来 一念八行诗 别的不明白 盗去国家 吴家宝 拿问同林便知情 同林是谁 康熙佛爷不知道 就知道鸳鸯卓被盗 这下龙颜大怒 当时下旨纸鸾 什么叫纸鸾 不去了 这趟村围停 鸾架止住 就这意思 传闻五百官 进乾清宫一室 都在殿外 就等着 单把更衣店的 胡长盛给找来了 纸条往下一扔 胡长盛一看 匍匐在地 可就尿了裤子 自己管辖之内 丢失国家 无价之宝 那脑袋 还能要得了吗 康熙佛爷 龙颜大怒 大胆的贼人 是我 大内 近地 如坦途 竟然 盗走 国家 智子宝 不管是谁拿的 往下查 先把胡长盛 压天牢 下刑不大狱 所有当天晚上 该班的这些小太监 全都关起来 一个一个问 一个一个查 那是后话 梁九宫也来了 梁九宫一看 这四条也吓傻了 康熙老佛爷 纸鸾 人家回自己的宫殿了 这事交梁九宫了 梁九宫一看 文物百官都在外 都等着呢 大家伙你看我 我看你 九千岁 因为什么治团呢 皇上丢东西了 皇上丢什么 翡翠鸳鸯卓 又是啊 那怎么办 你们这些人的 上殿奏本 全都留点神 这是他心爱的东西 指不定迁怒于谁 我嘱咐你们大家伙 你们大伙听我的 是是是 慎行司内大班 船班头 进宫燕道 这样才找的汤云和贵 汤云和贵住哪啊 住的东华门外的 南池的大街 一宅分两院 房是一块盖的 当家留个门 两边住 这边是汤家 这边是和家 子一辈 父一辈的交情 大清朝定顶朱元 建立大清国以来 慎行司内大班 有一位班头 叫做 赛昆伦 方飞 这方大侠 把这个 室友 给了自己 两个把兄弟 谁呢 一个叫汤暴龙 一个叫何瑞生 给了这哥俩了 那么这哥俩呢 又往下传 传给自己俩儿子 就是汤英和玉 汤英和玉 战战兢兢的 干了这么几十年 年老气衰 干不动 这才交给自己俩儿子 汤云和贵 您别看汤云和贵年轻 秉承家传 武艺也高 为人也精细 办事干练 自从接手慎行司内大班 没出过一回毗露 很得上司的赏识 两个人一看天纲乌骨 就传进宫验道 就知道宫里出了大事 两个人按品级穿戴好了 可就进了宫了 您别看 到了乾情宫 一般人进不去 他们俩人进得去 奉旨验道 两个人到宫里边 这么一转悠 大概其可就看明白了 自己随身带着墨盒 带着如意笔 把白纸拿出来 字条在桌上铺好了 照这张字条 抄一遍 原纸条叠好了 还塞在那锦盒里盖上 就在桌上摆着 把这张字条带在身上 两个人倒退着 可就出了乾情宫了 把自己的鞋穿上 那说进宫脱鞋 多新鲜 乾情宫那里铺的都是金砖 那说金子座的砖 不是 故宫现在还有 铺的还是金砖 这金砖是邓江泥的 这邓江泥玩命衰 最后有特殊的工艺 烧成这金砖 泼上一盆水 连个水汁都不流 当时就能全渗下去 可这鹿砖 不怕砸 就怕拉 就怕鞋底带沙子 一个小沙子一走到 插就一道白叶 您琢磨琢磨 皇上在乾情宫那一坐 左一道白叶 右一道白叶 看着多别扭 所以进乾宫 不够品级的 都得脱鞋 倒退着出乾情宫 把自己的鞋穿上 来建梁九宫 梁九宫在外部这 手碾着宿主 等着两个人 孩子 怎么样啊 验出来没有 回九千岁 验出来 怎么个诚啊 并非是宫中有人 坚守自盗 哎哟哎哟 我的老爷子 你算把我徒弟给救了 梁九宫长吐一口气 这要两位班头进宫验道 验出来 是宫中有人 坚守自盗 不定死多人呢 那么看你们哥俩的意思 这档子案子怎么结呀 呃 这字条上写的清楚 盗取国家 他无价宝 拿问铜林 便知情 据我们哥俩知道 真有个叫铜林的 现在京城 搞得 这铜林是干什么的 孤山多罗四贝勒 府里边当教师爷 哦 是四贝勒 府里的人呢 那你们哥俩 拿还是不拿呀 哥俩子 密听 谁敢上 贝勒府 拿人呢 哎 这样九千岁 容我们哥俩回趟家 见我们的老爷子 是商量 此事 好